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那里养了很多的小动物 我从小就对自然界 对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等我成年以后 这种兴趣转化成了一种热爱 我自己养了很多的小鸟 那些小鸟与我朝夕相处 每天都陪伴着我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我的朋友给我送来了一只迷路的八哥 十五年后 我的这本 云朵一样的八哥出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云朵一样的八哥呢 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只迷路的八哥 闯入了人类的生活 开始八哥很快乐 可慢慢的 他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沉默 忧郁 不再唱歌 他开始想念山林和云朵 八哥开始了新的选择 我想通过这个故事 向读者展现一个 人与自然 平等 有爱 和谐相处的世界 让大家一起来爱我们的大自然 这本书的整个创作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享受的创作过程 我采用了剪纸线描描两种艺术形式 再通过丝网印刷和铜板印刷处理 最后成型 我在华家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 老师们总是鼓励学生说 搞创作一定要有个性和特色 我想剪纸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民间美术 有着悠久的历史 形式多样而且内容很丰富 我深受启发就开始尝试用剪纸去表现一切我能画出来的画面 结果呢 效果很好 导师也很满意 觉得你是在用一种艺术的手法传播中国古老的文化 而且呢 把剪纸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我也真正的爱上了剪纸 我自己本人呢 喜欢做剪纸的原因有几点 首先呢 我很喜欢它那种强烈的单色的视觉效果 第二个呢 我也很喜欢它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挑战性 比如说啊 像人物重叠的时候呢 你如何去处理 因为它剪纸是一种很很有局限性的创作手法 第三点呢 我喜欢剪完了以后 可以在纸上安排构图 就像我在给剪纸设计一个平面的舞台一样的 第四点 剪纸你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平面的艺术形式 但其实呢 它是一种三维立体的 剪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提起来 那种感觉是美妙无比的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总是觉得剪纸啊 在读者读了以后 就是看了这本书 看了剪纸以后 读者自己可以有一个无尽的想象空间 我在尝试了成功的剪纸后呢 我觉得吧 单单的剪纸有一些单调 要是它当然了 有很好的平面设计的效果 但不能完全丰富的表现 我想表达的内容 这样一想呢 我就加上了线描 结果呢 两种手法 很和谐的就融入到了一起 所以云朵一样的八个 最后成型呢 里面啊 还有很多技术创作上的细节 比如说 剪纸呢 是通过丝瓦 就剪完了以后 我再通过丝瓦印刷表现 线描这一部分呢 我是通过平摆印刷表现 那么彩色的上色呢 有的是在那个 丝瓦印刷前 上色的 然后再进行丝瓦印刷在那个 就是线描的那个上面 有的是在丝瓦印刷 铜板印刷全部完成以后呢 我再去上色的 还有大家看到的那个黄色的背景呢 它也是铜板印刷的 所以你现在在书架上看到的云朵一样的八个这本书呢 是通过原版的手工印刷的书在制作而成的 在校色和对板上呢 都有相当大的难度 在此叶上呢 有几只小鸟是我们家孩子画的 如果你想找一找的话呢 看看你能不能找得到 我目前生活在英国剑桥的乡村 平时的生活呢 主要是围绕着家庭转 照顾着先生和三个孩子 每天的家庭点滴呢 点滴生活给我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新方线 而且呢 也不断地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每天我都有记录生活 我每天都能写我的日志 就是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小事情啊 愉快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这些本子中的记录呢 应该慢慢的也都会升华成将来的我的图画书 会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希望用云朵一样的八个这本书 把传统简纸通过现代的手法介绍给读者 让更多的现代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我很希望通过云朵一样的八个这本书呢 与广大的读者产生共鸣 激发大家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中国传统简纸文化的热爱